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又是要来做小当家的料理 银河面 首先要过筛200克的中筋面粉 虽然又是小当家的料理 但我这次还蛮期待的呢 过筛完后加入一点盐 还有一包墨鱼汁 然后加入100克的水搓揉均匀 就得到这坨黑色的面团 下个步骤就是要把面团擀平 擀完后就可以把它堆叠起来 切成面条 粗一点没关系 这样才会有嚼劲 切完后就先放在旁边备用 接下来处理一下汤的部分 首先要切下一些紫洋葱 在锅中倒入一点油 为了让汤头浓郁要炒一些虾头下去 还有洋葱 蒜头 翻炒一下加入鸡高汤炖煮一下 就可以把虾头捞起来 用食物调理机打碎食材 再回放到锅中炖煮 然后加入墨汁边熬煮边搅拌 最后变成这个颜色 就可以放在一旁备用啰 准备锅滚水 把面条放下去煮个三分钟 把面捞起来加入浓郁的高汤 这一个样子还没完成银河面喔 先别急 我们还要加入这个超高贵的珍珠粉 据说很多孕妇都会吃珍珠粉 让小孩生出来百里透光呢 珍珠含有许多矿物质 跟微量元素的养分 其实相当不错 但能不能美白 那就是另一回事囉 接着要在筛子上倒入一些珍珠粉 然后在这碗面上洒出银河的感觉 这一个样子就完成翻新店店的银河面囉 这面味道真的香 配到表面会发光 听风突然小当家 终于在这外面看到希望 牛浪河之女就像传说在这碗中 相见面不用飞到外太空 试吃时间 带我把这碗银河面搅拌一下 いただきます 这 这一个是浓郁的汤头 妙 妙不可言啊 汤头中明显喝到虾子跟香料的鲜媚 这一个面比坦特甲鱼汤更坦呢 带有嚼劲更鲜美汤头的银河面 真是小当家的逆转之作啊 吃完这碗银河面 就成为真真正正的腹黑了呢 那最后 我就给这碗面一个字 嘿 七夕浪漫告白 靠这碗就对了呢 坐起来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